三江口 卢水 河水交汇处 这里是解学龙聚兵 练兵之地 陆续有乡身带子弟兵投奔 子弟兵 顾名思义 就是家乡子弟 殿农不配称子弟 多为族人和良家子 实在不行就让奴仆家生子补进来 绝对忠心 不会理通反贼 如今解学龙的麾下 共有畏锁兵八百余 字幕相拥五百余 世身子弟兵三千两百余 另有二零零零多运输资重的一丁 河边军营 解学龙坐于高台 面无表情道 压上来 十多葛军江士族 被一股脑压到台下 纷纷哭爹喊娘 有人则破口谩骂 有葛军官私生怒吼道 姓姐的 爷爷是临江千户 杀我的有朝廷公文 你善杀武将是要造反吗 解学龙冷亨一声 在瑞金剿匪时 你就纵兵截掠 我早就警告过你 如今贫贼练兵之际 你又无故缺操 带兵侮辱良家妇女 杀了你又如何 来人 把这撕砍了 眼见筷子手提刀过来 军官又开始哭喊 姐老爷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保证听话 求老爷让我戴罪立功 一刀下去 人头落地 陆陆续续 问斩十余人 其中军官就砍了四个 顿时全军肃目 无人再敢喧哗 听着解学龙再次重申军令 辅台 孟岸先生绿子弟兵来了 幕僚李宗学快步登台 来到解学龙身边耳语 解学龙闻言大喜 命令士族继续操练 自己则急奔向军营大门 解辅台 李邦华拱手道 身后站着三十多个相拥 解学龙连忙坐一 晚生拜见孟岸先生 李邦华笑道 罢官赴贤之人 当不得如此大礼 解学龙又攻身道 孟岸先生请入营 李邦华 集水人 就在庐陵县隔壁 他也是自耕农出身 当年父子二人 结伴进京复考 穿得只是布衣 甚至没钱坐船 一路徒步走到京城 之前的政绩就不说了 崇祯元年起复工部 很快改任兵部又侍郎 应治军得体升任兵部尚书 半年之内 李邦华通过整顿经营 收回战役士兵上万人 清理虚貌兵员千余人 淘汰老弱残兵簇万人 选边一万精锐进行操练 右眼管经营军马 先将自己的班马减少三分之一 不准官员私自占用军马 着手开始整顿骑兵 同时考察经营将官 清理经营酷营 在得罪无数人之后 经营迅速恢复战斗力 就在此时 打子破关而入 李邦华选派三千精兵守卫通州 又前两千精兵增援冀州 自己清律各部驻扎京城周边 这个思路很清晰 不呆板死守北京 而是在京城以外布置防线 扯淡的事情就来了 崇祯突然让李邦华回来 勒令经营精锐不得出去打仗 必须老老实实地守卫北京城 甚至连少旗都不派出 完全断绝前线消息 李邦华气得想要吐血 无奈之下 李邦华这个兵部尚书 只能窝在城里弃捕盗贼 捉拿间谍 禁止谣言 捐款制造火器 因为李邦华整顿经营期间 得罪的人实在太多 断了无数人财路 打子还没打退 李邦华就被罢关 滚回江西养老至今 解学龙已经是个猛人了 如今又来前任兵部尚书 赵汉这小小反贼的面子真大 还好 王思任十月调任九江兵被迁逝 如今尚且还在赴任途中 否则王思任多半也要来凑热闹 权势能臣甘利 将李邦华请进率账 解学龙指着地图说 孟岸先生 晚生已派出探子 五日之后正式出兵 逆河水而上 以永阳镇为中心 南北并进收复村镇 肃清周边反贼 将这些反贼朝上游驱赶 届时 各村镇反贼必定合兵 看似贼兵众多 其实各怀心思 反而更容易急迫 李邦华看了一眼地图 问道 阁下可有精兵 经得起长途奔袭那种 解学龙说道 我出兵锐经之前 在南昌目了五百相拥 已经操练簇月之久 虽勉强可算精兵 但恐经不起长途奔袭 那就算了 李邦华叹息道 解学龙问道 先生有何妙计 李邦华指着地图 若有数百精兵 就可坐船逆卤水而上 中途下船 借道步行前往永兴县 以巡抚的名义 让永兴支县征集船只和粮草 在顺河水而下 直插皇家镇后背 将那兆贼的老巢一举拿下 咱们在大军逼近 配合绕后精兵 前后夹击贼寇 解学龙目瞪口呆 这个大迂回太牛了 解学龙左思右想 突然决定道 骑兵贵精不贵多 我立即拣选二百精锐 这个大绕后计划 共分为三段路程 其中两段都可以坐船 即便有一些山路弯绕 但也只需步行百里 训练了几个月的香勇足够胜任 李邦华说 我来带兵骑席 我带来的香勇 也都可以算上 先生何必亲自奔波 解学龙劝阻道 李邦华冷笑道 我虽年欲五十 却还走得动路 当年进京赶考也是走着去的 此行必须借到永兴县 若是所托飞人 一路烧杀劫掠 怕要激起永兴县名便 到时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庐陵县的乱子还没压住 永兴县也得报名片地 解学龙肃然起敬 拱手长衣 如此 就拜托先生了 可怜的前任兵部尚书 满腹韬略不能用来杀达子 只能带兵二百余镇压反贼 一日 拣选二百精锐相拥 再加上李邦华带来的三十多人 坐船沿着卤水绕道前往永兴县 算上联络永兴之县 令其争传争凉的时间 若是一切都顺利的话 半个月就能绕到五星镇后方 到时候 赵汉的老窝肯定被端 还将面临父辈受敌的局面 赵汉会老实等着挨打吗 不去跟各路首领会兵 费如赫惊道 赵汉白了费如赫一眼 你又不是没看过三国演义 十八路诸侯逃懂是什么下场 咱们不是十八路诸侯 而是十八路村霸恶棍 混在一起必定自乱阵脚 那咱们怎么打 江大山问道 赵汉手里连地图都没有 全靠询问本地人 才知道路程何方向 他斩钉截铁道 直接攻打吉安府城 众人面面相去 全都已经听傻了 官府大军压境 不想着如何退敌 竟然跑去奔袭府城 笼共八百杂兵 能攻下顾若金汤的吉安府吗 左孝良连忙劝阻 先生 还请从长计议 芒春来似乎非常感兴趣 眯着眼问 说说怎么打 赵汉解释道 官兵有船 顺着河水而来 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咱们没有大船 只有一些小渔船 水战肯定拼不过 那就只能处处设防 处处被动挨打 想要扭转局面 必须攻敌之必就 理当如此 芒春来点头道 赵汉继续说道 官府本来就没有正兵 全靠牧籍相拥 吉安府城哪会有兵防守 哪里既是府城 也是县城 一旦被攻破 巡府必须回兵 咱们的地盘就保住了 黄妖问道 可咱们把兵都带走 五星镇就不要了 赵汉说道 让所有村民百姓 提前收拾好家当 上游下游 前方后方 全部派人盯烧 一旦发现官军 立即划船回来告知 大家伙人都暂时躲到山里 把粮食 钱财和衣服带走就成 房子任他们烧 庄家任他们采 只要人保住了 一切都可以重来 芒先生留在五星镇 黄顺府留在李家拐 左先生回黄霸村 获知敌情立即带百姓进山 黄顺德突然问道 即便打下吉安府城 咱们孤军在外 官兵回师救援 又如何能挡得住 怕是去了就回不来 赵汉笑道 打下府城 开仓放梁 在府城募兵 然后出城沙地主 煽动百姓造反 到时候遍地义军 咱们趁机转移 我看巡抚该怎么办 妙啊 黄顺德心服口服 左孝良傻傻看着赵汉 心里不得不承认 这是个天生的造反头子 本来全盘死局 一下子就活过来 反而把巡抚给江上义军 当即安排分工 文官前去组织百姓 镇工人员也跟着宣传 劝百姓不要心存侥幸 早做逃进大山的准备 赵汉青绿八百子弟兵 打着绑腿奔北坡 走山路直往梅塘镇而去 他们其实可以走更平坦且更近的路 但沿途人多眼杂 很可能提前曝露行军动向 李邦华的大迂回也是如此 害怕超进到迂回泄露消息 于是直接从永兴县绕后 李邦华还有个顾虑 怕山路走多了部队逃散 毕竟湘勇不适合奔袭 大迂回反而可以一路坐船 赵汉的军队轻装前进 后勤府兵都没有 每人只带了三天干粮 前往梅塘镇 直线距离六十里 走山路却超过两百里 中途粮食将近 杀了一个山中地主 略作补给继续行军 靠着绑腿和精气神 四天时间就抵达梅塘镇 立即杀地主开仓放粮 有趣的是 李邦华的大迂回骑兵 两天前也从这里过去 将梅塘镇搅乱之后 由于镇上的船只 早就被巡抚给争走 赵汉只能摘店铺门板 绑起来做成木阀过河 过河之后 直奔俯城而去 只剩四十多里路 动作补给继续行军 2 3 6 7 6 6